好 早安氣象時間 今天白天還是一個穩定晴朗的炎熱天氣 大家要注意防曬跟補充水分 那麼後續最新的天氣變化 我們要來請教淑蕊 淑蕊早安 淑蕊昨天也好熱 不過今天要來問你 晚上是不是開始北台灣要變天了 沒有錯 我會建議大家 特別是在今天 如果是很晚回家的觀眾朋友 可以帶拔傘 那麼明後兩天也是建議 迎風面地區北部東半部的觀眾朋友 可以把傘給帶出門 因為從今天晚上深夜開始 會有一道風面逐漸的通過 所以北部東半部地區 降雨機率會逐漸提高 但是真的比較有感下雨的時間點 可能是落在星期四的凌晨 到清晨這段時間 可是很快的 等到風面一過之後 下午水氣就會明顯的緩和下來 但是單風面一過之後 大陸這邊又有一些雲層移出來 水氣又要變多了 所以禮拜五 禮拜六兩天 可以說是這一周裡面 水氣相對最多的時間點 同時當風面通過之後 東北季風馬上就要報導了 北台灣會轉為一個 比較稍微偏涼的天氣形態 另外中台馬勒卡 現在是持續的往日本南方海面來前進 距離我們1600多公里 沒有直接影響 但是要留意 在禮拜三的晚上開始 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時間 東半部還有恆春半島地區 要留意可能沿海會出現長浪 所以海上工作的觀眾朋友 還是提醒您要特別注意安全 那麼來看到今天水氣白天 依舊還是比較偏少的 只有東半部地區 還有午後大台北跟中南部山區 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不過到了晚上可以發現 水氣會再變少一點 但是剛剛有提到 隨著封面要逐漸經過 所以北台灣也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下下來 那麼另外在溫度方面 隨著東北季風 禮拜四就要報導了 到時候北台灣溫度會比較 稍微下滑個一兩度左右 像是今天明天的高溫都可以在 大概二三十度左右 但是明天北台灣高溫就會降到 二十六到二十八度 中南部地區影響倒是不大 還是在三十三十一度 禮拜五的時候高溫在北部地區 還會再下降 會降到大概二十五到二十六度左右 台北市會降到二十四度 感受起來是有點偏涼的 那麼連中南部地區高溫 大概也會下滑個一度左右 所以要特別留意 這樣子的溫度變化 是這一周天氣狀況要留意的一個關鍵 那麼接下來一周的天氣變化 我們就來看到北台灣要注意到 禮拜五禮拜六水氣變多 所以要記得把傘帶出門 同時高溫也是一路的下滑 到禮拜天的時候高溫升二十四度 低溫十八度感受是的確是有一些偏涼的感覺 中南部地區倒是影響不大 都是多雲倒晴 但是到禮拜天的時候高溫也剩下二十七度 是一個比較舒適的天氣 南部地區呢影響又更小了 同樣也是多雲倒晴 而且高溫持續在二十九到三十三十一度 那麼東半部地區接下來一周其實都有降雨機會 尤其是禮拜五水氣可能比較多一點 那麼另外在高溫的部分呢 大概是在二十八二十七度左右 宜蘭可能還會再更低一些 同時農物特胞留意喔 目前在金門馬祖地區的能見度是不足兩百公尺的喔 所以如果要搭乘航班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留意最新的航班還有天氣資訊了 另外空氣品質方面今天呢被封測 西半部地區同樣不是很好 尤其是午後受到光化作用影響 臭氧濃度呢可能會上升造成二次污染 所以在中部還有高頻地區的空氣品質 可能還會再更差一些喔 所以過敏族群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您的呼吸到健康 最後來看一下今天各地的天氣狀況 北台灣今天地溫大概二十二十二度 高溫在二十六到三十一度 中部地區今天同樣多雲倒晴 地溫在二十二十一度 高溫在二十九三十度 南部地區今天高溫在三十到三十二度 宜蘭在二十一到二十八度 東半部地區花蓮台東在二十一到二十八度 馬祖十八到二十四度 金門澎湖在二十到二十七度 各地基本上都會是多雲倒晴的天氣